莫伯桑的短篇小说《项链》 说的是一个小公务员的妻子马蒂尔德 为了参加一次晚会 向朋友借了一串钻石项链 然而项链在回家途中不慎丢失 他只好借钱买新项链还给朋友 整整十年他节衣缩时 打短工只为还债 最后却得知所借的是一位 一串假钻石项链 马蒂尔德在这十年间 活下去的最大勇气 就是无数次回味他戴着项链的那天晚上 那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丁玲后来回忆说 他人生中最受宠的一天 是他到达陕北的那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张文天都到场祝贺 邓颖超还在宴会上唱了京剧 然而每一个人都是在人生最后的时刻 才知道哪里是自己幸福的顶点 这是我们一生中接受的最公平的审判 丁玲一生放任不羁 颇有几分侠客的豪气 这有相当大一部分来源于他的家庭 丁玲的父亲蒋宝钱是官宦子弟 十五岁中秀才 后来还曾去日本留学 丁玲的原名蒋冰芝就是父亲所起 丁玲由父亲亲自启蒙 他身后的古文功底对丁玲影响很大 蒋宝钱身上有一种梦长军式的作风 喜欢对朋友一掷千金 蒋家在湖南邻里当地原也算富家大足 光居住的宅院就有二百多间房屋 但蒋宝钱很快挥霍一空 丁玲身上的豪爽和不善经营 大概就遗传自父亲 出色的女子大都有一个不凡的母亲 我们曾在江青那期节目中讲过 江青小时候佳贫 她的母亲却无论如何也要将她送进学校读书 张爱玲幼时 母亲黄素琼抛下她远去英国 这极大影响了张爱玲的婚恋与创作 丁玲的妈妈蒋盛梅也十分传奇 她原名蛇曼珍 二十岁时嫁给蒋宝钱 一九零八年三十岁时丈夫病故 这时候丁玲只有四岁 蛇曼珍还大着肚子 生下小儿子后 亲朋好友不断上门逼债 只好变卖家产搬回娘家居住 一九一零年 三十二岁的蛇曼珍改名蒋盛梅 进入常德女子师范速成班学习 丁玲和弟弟平时就在师范学院的幼儿园上学 那时候大清还没亡 人们的观念普遍保守 蒋盛梅这一举动相当出格 不但两个哥哥无法理解 就是街坊邻居也觉得她精神不太正常 在师范学院 蒋盛梅结识向景宇等几个进步青年 她们结拜为七姐妹 发誓一起努力读书 争取男女平等教育救国 1919年 蒋盛梅在常德筹建了当地第一个进步妇女团体 还创办常德县私立文艺女校 第二年又成立工读女校 专门招收贫苦女性入学就读 后来又发起反对妇女缠组的运动 有这样一个进步的母亲丁玲很难不受其影响 她的第二个名字蒋尾就是由母亲所起 这个非常男性化的名字除了欺许女儿一直坚韧 还带着股革命和解构旧传统的味道 1921年在母亲支持下 被逃避和表哥的包办婚姻 丁玲与女友王建宏一起来到上海闯荡 王建宏当时在湖南桃园女子第二师范就读 丁玲则读预科 从这个时候起 两个女孩成为至交好友 她们同吃同住 分享生活中所有的细节和秘密 沈从文后来这样说 17岁的丁玲天真烂漫像个男孩子 19岁的王建宏 肺病型神经质女子 素以美丽著称 沈从文还说 两人之间从某种相反特点上因之发生特殊友谊 1923年 两个女孩通过科庆诗 结识了刚刚从苏联归国的瞿秋白 三人都喜欢苏联文学 因此很聊得来 在瞿秋白介绍下 王建宏与丁玲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 上海大学在当时的中国极为激进 是一所革命的大学 比如授课老师就有 毛顿 田汉 陈汪道 邵丽子等人 这些人在中共党史上都赫赫有名 陈汪道 邵丽子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建立者 在校期间 丁玲和王建宏同时爱上瞿秋白 如果按照当代中国女作家的思路 这两个女孩大概率要进行一场撕逼反目大战 丁玲却决定成全她们 她把王建宏偷偷写的情诗拿给瞿秋白看 让瞿秋白赶紧求爱 不久 王建宏与瞿秋白结婚 婚后三人 仍然一起居住在同一所大房子里 出于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原因 这段同居生活应是不太愉快 因为很快丁玲就决定离开上海前往北京 她走的那天 徐秋白夫妇也没去送她 仅仅几个月之后 王建宏因肺结核去世 曲秋白工作忙碌 没有参加王建宏的葬礼 丁玲在现场俯观大哭 又过了仅仅几个月 瞿秋白迎娶第二任妻子杨之华 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上海滩的大事 当时杨之华已嫁沈建龙是有夫之妇 三位当事人经过一番长谈后彼此和解 还在报纸上刊登了三则启事 第一则是杨之华沈建龙脱离恋爱关系 第二则是杨之华 瞿秋白结合恋爱关系 第三则是瞿秋白 沈建龙结合朋友关系 这是一个十分戏剧性的故事 就连张国焘在他笔墨紧凑的自传中 都不得不提了一笔 瞿秋白的迅速再婚 造成丁玲对他的终身怨恨 不过这也刺激了丁玲的创作欲望 他以王建宏为原型 结合自己失败的明星梦 完成处女作《梦科》 这部作品让丁玲展露头角 梦科这个名字 是瞿秋白对王建宏的昵称 在法文里依为我的心 也许是因为丁玲浓烈的性格 他生活真正展开的地方 不是精致的十里洋场 而是天高云淡的北京 在北京大学旁听期间 丁玲结识惊爆编辑胡野平 因为听胡野平说 有个叫沈从文的人长得好看 便特意前去探望 从此与沈从文相熟 丁玲暑假回老家 胡野平追至湖南 丁玲后来回忆说 我们的思想 性格 感情都不一样 但他勇猛 热烈 执拗 乐观 他还是一块未经雕琢的朴玉 比起那些光滑的玻璃珠子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丁玲的弟弟早逝 胡野平便用纸盒装满玫瑰 并附上字条 你一个新的弟弟所限 1925年 丁玲与胡野平开始同居 但并没有发生性关系 是纯粹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 原因其实也不难解释 丁玲确实很喜欢胡野平 但并不很爱她 当时丁玲和胡野平打算去日本留学 学习日语的时候 与在北大自修日语的冯雪峰相识 丁玲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冯雪峰 胡野平爱丁玲 丁玲对她感觉一般 丁玲爱冯雪峰 冯雪峰对丁玲感觉一般 这种奇特的三角关系 成为丁玲第二部小说 《沙菲女士日记》的故事主线 更有意思的是 这也是丁玲一辈子真实的恋爱模式 我爱的人不太爱我 爱我的人我不太爱她 《沙菲日记》让丁玲一炮而红 这是一本日记体短篇小说 妙处在于性转 女主角看待男人的目光 就像男性在凝视女性 这种女权主义姿态 让丁玲大红特红 冯雪峰离开北京到上海 丁玲追到上海 胡野平也追到上海 三位进步文艺青年 开始了惊世骇俗的三人行生活 他们在杭州西湖边 拎了所房子一起居住 西湖听起来就不是个吉利的地方 当年许仙就在这里 借给白娘子一把伞 伞因同伞 所以开始时便注定了后来的结局 经过痛苦抉择 丁玲决定与胡野平结婚 分手后 她给冯写过几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在和野平的接吻中 我常常想着 要有一个是你就好了 我要见你 只要一分钟就够了 从这些炙热的文字中 不难感觉到丁玲对冯雪峰的感情 胡野平与丁玲开始为左连工作 还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 1930年 国民党开始通缉胡野平 同年丁玲产下一子取名胡小平 不久 胡野平被捕 并很快被枪决 与他一起被执行死刑的 还有柔石等人 胡野平过世后 冯雪峰时常来安慰丁玲 丁玲对他血藏的爱情再次爆发 他写情书向他表白 我用梦幻做过安慰 梦幻也使我的血沸腾 使我只想跳 只想捶打什么 冯雪峰此时已经结婚 他不但拒绝了丁玲的求爱 还对他采取避而不见的态度 我们也许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文艺青年们大都不太会经营自己的人生 他们对情绪价值的要求太高 大多数情况下都任由一时的情绪支配自己的选择 但这也正是他们能够写出真挚饱满的作品的原因 太聪明的人是当不好作家的 典型例子就是钱中书先生 围城也许揭示了一些爱情和婚姻 骇人听闻的真相 但因为作者无时不刻都在抖机灵 让一本原因厚重深刻的小说最终流于轻挑 丁玲对冯雪峰爱而不得的遗憾持续终生 1985年年迈多病的他从北京远赴浙江 义务参加冯雪峰学术研讨会 隔年便去世了 他一生最怀念冯雪峰 但其实这个男人在他生活中无足轻重 反倒是出卖他的冯达更加浓墨重彩 1931年 美国左派记者史莫特莱采访丁玲 带来的秘书间翻译就是冯达 这时的丁玲疲惫孤独 他对有人开玩笑说 我也要讨个太太 同男人一样 冯达就这样一脚迈进丁玲的生活 这年9月两人结婚 沈从文对这桩婚姻非常不以为然 他认为丁玲不需要一个太太 而是需要一个女孩子作为朋友 一个能了解他 尊重他 温暖他的女朋友 沈从文这样写道 那个翻译恰好是个有着女刑犯的青年 脸这么白 如何能革命 但沈从文也写道 几个月后再见到丁玲 发现他竟胖了不少 足见冯达在生活中很会照顾人 1933年5月 丁玲、冯达、潘子年被捕 普遍说法是冯达将丁玲出卖 但丁玲认为他带特务回家时 算准自己不在家 一切不过是阴差阳错 此后几年 他们一直被国民政府软禁 期间还生下一女 取名蒋祖慧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丁玲已经被秘密处决 鲁迅写诗 道丁君怀念他 三年的软禁生涯 后来成为丁玲政治上的一大污点 冯达虽无意出卖妻子 但很快开始在国民政府上班 政治理念的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分手 冯达后来移居美国和台湾 一生对丁玲念念不忘 心怀愧疚 丁玲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评价却是 明知不是伴 事迹且相随 这句话到底是真情实感 还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便不得而知了 1936年 丁玲到达保安 组织上有意安排他领导文艺工作 他去要求去前线 毛泽东写了一首林江仙 并用电报形式发送给丁玲 闭上红旗飘落罩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劳人 铅笔一支 谁语似 三千茅色精兵 镇图开向龙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这首词满意着无限的赞美 丁玲收到后 回电报时 用的称呼是润之同志 证明两人关系 在最开始时 是十分亲密的 丁玲这样的文艺青年 那时候还未经过政治上的锤炼 毛泽东问他 对苏区印象如何 他竟说 就像一个小朝廷 毛泽东让他封文武百官 他竟真封了一些 又让他封三公六院 丁玲这才说 那不敢 子珍还不找我打架 有一次丁玲负责一个文艺演出 为表明革命的纪律性 下令不允许任何人 在演出中间从台口上下 恰毛泽东在演出进行中才出现 丁玲竟坚决不让他入内 这让毛泽东异常尴尬 那时候 他恐怕并不真正明白 文艺服务于政治这句话 但没关系 他很快就会明白的 1938年 赫子珍前往苏联养病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 丁玲是唯一一个收到情见 却没有敷衍的人 1941年毛泽东的梁山派 大战亡名的苏联派 出战告捷后 毛开始搞延安整风 借此整肃中下层干部 42年初 丁玲在自己主编的解放日报上 发表文章 《三八节有感》 感叹年轻漂亮的女性 成为首长们家中的花瓶 笔锋极为辛辣 没隔几天 作家王十位又在《解放日报》 发表野百荷花 批评延安内部生活待遇等级化 十分无等 衣着三色 除此之外 萧军 爱卿等也各自发表了文章 这些文章在延安引起轰动 有党内高层 甚至骂丁玲 这个婊子 后王十位在1947年被秘密处决 丁玲则因毛泽东保护 勉强过关 如此残酷的政治斗争 改变了丁玲的创作心态 却并没有让他警醒 一方面 他缺乏政治上的前瞻性 或许还贪恋政治带来的权利 另一方面 他确确实实相信 他所相信的东西 不切实际的文人式的浪漫主义 造成了他日后的悲剧 这种天真的浪漫 是众多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通病 比如萧军 在延安时组织让他入党 他竟说 你们党那个纪律 我受不了 我不入 实际上丁玲的政治问题 主要来源于他和周扬的矛盾 当时在延安 文艺界有两派 一派是以周扬为首的鲁义派 一派是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 周扬派主张歌颂光明 丁玲派主张揭露黑暗 这两派的源流 可追溯至三十年代 左翼文学的宗派之争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完成后 周扬拦着不让出版 丁玲便绕过周扬 找周恩来告状 最后小说在江青之池下得以出版 两人的恩怨至此白热化 1951年 周扬开绿灯的电影《五训传》 受到毛泽东批评 他兼任的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 由丁玲担任 除此之外 丁玲还身兼文联副主席 作协副主席 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等数职 沈从文称他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人 1954年 丁玲老舍去苏联参加作家代表大会 周扬受到冷落 次年 周扬就在丁臣反革命集团案中 将丁玲打落马下 批判丁玲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 原因无他 这是一种政治需要 赫鲁晓夫上台后对各附属国实行怀柔管制 谁知适得其反 1956年 中国发生多起学生运动 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 同年 匈牙利革命 朝鲜发生八月宗派事件 这一系列蠢蠢欲动决定了中国反右运动的基调 中共把15年前延安整风那一套分毫不差又玩了一遍 先引蛇出洞 发动整风 再急转反右 不过这次战果更加喜人 一举打掉55万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右派分子 1958年 丁玲被流放至北大荒 1960年 做协开代表会议 拍电报给丁玲说 你可以来 也可以不来 丁玲最后还是决定参加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但丁玲没敢上前说话 这时候的丁玲和毛泽东 早已不是当初盘腿坐在窑洞中聊天的知己了 他们之间有过的或许农烈或许浅薄的私人关系 早已随着时间身份和政治耗损殆尽 1970年丁玲以反革命罪被关进秦城监狱 1975年到山西农村改造 1979年平反 这时毛泽东已去世 丁玲晚年坎坷 二十多年颠沛流离 丈夫陈明对他不离不弃 1942年 丁玲主动追求小自己13岁的下属 这年丁玲38岁 陈明25岁 这段婚姻给人的感觉 就像在阅读杀妃女士的日记 是一个完全从女性视角展开的故事 两人的结合一度轰动延安 新潮的姐弟恋无人看好 谁也没想到 在丁玲不断被批斗 下放坐牢期间 陈明始终陪伴左右 四十年患难于共 他用事实证明 他的爱情终成可靠 丁玲去世后 中国国内有不少批评的声音 陈明就和批评者们 打各种笔墨官司 致死都在维护妻子的名誉 1980年代初 丁玲访美 在访美散记中 可以明显感觉到 那种资产阶级 温柔和煦的生活 让他非常不适 他并不反感 人们显露出来的同情 只是觉得这些人 既不懂他 也不懂革命 1985年 已经81岁高龄的丁玲 再次来到延安 这不仅是缅怀青春 也是一种政治表态 很多人对丁玲 在遭受这么多苦难之后 仍然痴心不改 感到不解 其实一个人 很难背叛自己的过往 否定过去 就是否定自己的一生 没有多少人 有这样的勇气 丁玲的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虽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但因为政治理念先行 可读性并不高 短篇 《我在辖村》的时候 倒是颇为深刻 作者一类似 侦探小说的笔法 描写了一个 为革命牺牲肉体的女性 文学评论家 王德威认为 就文字艺术的试炼而言 丁玲的小说 或者流于煽情造作 但她对女性身体 社会地位 及意识的体验 是有心人 探讨女性 与政治的绝佳素材 许秋白曾评价 丁玲的性格 飞蛾扑火 飞死不止 没想到 一语成称 这竟然成了丁玲 一生命运的写照 年轻时的她 身上有一种 近乎赤裸的真诚 她就像一个 有50道精神的战士 用刀 剖开自己的胸腹 一把扯出自己的心 捧起来给人看 看哪 看吧 这是我的心 它是热的 是活的 是还在跳动着的 我愿把所有的 真诚和爱都给你 只愿你 也能将真心 回报给我 但那句话怎么说的 真心就是用来 被辜负的 但好在 她还有一些 爱她和她爱的人 这已经比绝大多数人 都幸运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文婷 咱们下次节目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